陪伴網友,快20年的網路創作平台《小說頻道》 在6月中宣布說,他們7月底要觀禪了 許多老讀者都因此流下了《時代的眼淚》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台灣的網路小說吧!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時代的眼淚》系列 今天的主角是網路小說 大家如果有去過租書店的話 應該會發現裡面除了漫畫之外 大概還有一半的空間是擺滿了愛情、武俠和恐怖小說 我國高中的時候,也常常會有同學偷帶小說來看 甚至還全班傳頁 當時的知名作家,像是藤井樹、九把刀、玉我、橘子等等 在2000年前後,可說是宏集一時 也將台灣的網路小說產業推上了最高峰 但到了現在,更多人有印象的反而都是中國的網路小說 像是之前風靡台灣的中國電視劇 《步步驚心》還有《後宮甄嬛傳》等等 都是由中國網路小說改編而成的 為什麼曾經那麼風光的台灣網路小說 現在好像都消失了呢? 今天就要我們來聊聊 台灣的網路小說是怎麼由盛轉衰的吧! 不過在開始之前,還是要先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恭喜我們的乾貼Bookwalker 5 歲生日快樂! Bookwalker 是一個日本正式授權的電子書平台 還不只擁有豐富的漫畫跟輕小說 還有各類型的雜誌、文學、生活實用書、日文書籍 對我來說,有這樣一個平台這蠻方便的 它可以輕鬆的線上購買漫畫、隨身閱讀 不用煩惱買太多實體書會沒有抽納的空間 另外,有些作品還有開放粗租的功能 讓你可以先小額限時閱讀 如果真的喜歡再購買收藏 而且重點是,很多熱門、經典的漫畫和輕小說 在這個平台上都找得到 像是《近期的巨人》、《咒術迴戰》、《戀巨人》、《怪獸八號》 還有我自己在收藏的輕小說 像是這個《從零開始的一世界生活》 還有《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劍長室》 這些全部都有上架 但是在Bookwalker 為了慶祝五周年 除了在8月12號生日當天有特別優惠之外 還會在8月1號到8月15號之間 跟我們一起合作贈送志祺七七專屬的100元優惠券 所以現在就趕快到下方的資訊欄去點擊連結 跟我們一起體驗Bookwalker吧! 台灣的網路小說產業曾經非常兴盛 不只南瓜非常多不同類型的作品 活絡的市場也讓許多中國作家 特別跑來台灣的平台連載 雖然說現在最知名的網路連載平台 已經變成中國的近江跟起點了 但在2000年左右 台灣的小說頻道、線線小說網等等的平台 其實比中國的平台更加活躍、更有知名度 甚至如果要說是誰帶起網路小說的風潮的話 絕對得來看看台灣BBS開始流行的時期 在1990年代,很多大學都有自己的BBS 許多人會在上面發文、抒發情緒、和網友聊天 也有一些人會在上面寫寫故事 累積了不少的創作連載 例如蝴蝶Seba,或是匹子蔡、羅森等等 都是從這個時期就開始寫作的 但這個時候,大家都只是寫著好玩而已 討論度也不高 一直到1998年,匹子蔡連載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突然爆紅 才讓網路上的小說的可能性,被大眾也看到 出版社在看到這個商機之後 也在短短幾個月內 是將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出版為實體小說 成為那時候的現象級作品 許多出版社也因此開鎖定網路小說出書 像是藤井樹、橘子、九把刀等人 就是在當時脫穎而出的作家 而網路小說也慢慢朝向商業化發展 2000年前後,有不少出版社抓住的這波商機 成立各式各樣的商業文學網站 像是《仙王》、小說頻道和《冒險者天堂》 就是當時的三大巨頭 在這些文學網站裡面 讀者可以投票給自己喜歡的作品 越多人喜歡,就越有可能登上排行榜 如果還能夠蟬聯周榜跟月榜的話 就很有可能可以出書 像自在《易俠》和《消遣》的《飄渺之旅》 都是當時的熱門作品 根據報導,《仙王》最巔峰的時候 每個月出版的網路小說,可以高達70多本 而且這些文學網站 也會直接跟台灣各地的租書店合作 當時台灣的租書店數量大概有4000多家 當紅的作品,在同一個租書店裡面 還可能會有兩三套 以這樣的數量來看,市場真的很大 因此也有越來越多的作者、出版社 投入到這個產業內 甚至也吸引了不少中國的作者 來到台灣的文學網站連載作品 總之,網路小說的出現 改變了整個實體出版市場 並且打破了過去嚴格審核的規則 讓許多沒有經驗的人,也能嘗試創作 只要人氣夠,就能快速出版作品 可說是台灣出版業的黃金時代 剛剛提到的三巨頭 也就是商業文學網站們 等於是在BBS之外 提供了一個更方便的網路文學創作和閱讀空間 也因此開拓了新的出版模式 這些網路出版的書,通常不會放在書店裡賣 而是會直接賣給租書店 舉例來說,清小說天后《遇我》 一開始也是從網路平台出道的 他大學時期,在這個起點文學網連載的 1 2 王子大受歡迎 讓他被專營租書店通錄的明顯文化看中 接著他一個月出版一本書的速度 在短短的兩年之內,就迅速攻佔了租書店 成為2005年左右,全國租書率最高的作家之一 最後,因為學生之間的口耳相傳,讓他獲得傳統出版社的注意 逐漸轉行為專業的實體書作家 只不過,這種非常依賴藉由實體出版的網路小說 來獲利的產業模式,也被網路小說的市場 埋下了一顆微包蛋 我們剛剛有提到,網路小說最大的市場就是租書店 他們通常會將新書放在櫃台前 並且貼上每日新書目錄和租借排行榜,方便讀者找書 而每日每週都要有新書 更是租書店留住客人的關鍵 因此出版快速,就變成了很重要的存貨指標 不過,即使台灣本土的創作者已經很努力寫了 對於當時的市場來說,還是供不應求 於是,大約在2005年左右 出版商就將目光轉向了中國的網路小說 中國小說這個價低、量大、速度快的特色 也馬上獲得了優勢 甚至讓台灣創作者的生存空間大大被壓縮 就連台灣平台上的人氣排行榜,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 等於是讓整個產業鏈的上游,遭受到非常嚴重的衝擊 只不過,我們的網路小說產業 在當時不只要面對外來的威脅 連產業本身也出現了問題 台灣的網路小說,走向商業化的過程中 出現了兩大問題 首先是題材窄化的問題 很多出版社在看到第一次親密接觸的成功經驗之後 都只想選擇跟愛情有關的作品來出版 許多創作者也因為想要被出版社選中 因此迎合出版社的口味 但這樣的趨勢,反而讓網路小說的受眾群越來越小 書的銷量也不斷笑話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出版實體書的機制 也讓整個網路小說產業的活力不斷流失 據來說,當時有許多網路作家 在跟出版社簽約之後,版權就被出版社買斷了 因此原本連載的地方就不能再更新 過去作者跟讀者能夠開心互動的留言區 也只剩下宣傳的作用 再加上以前讀者們大約兩個禮拜 就能在網路上看到一次更新 現在卻要等上大半年才看得到一本新書 很多人等累了,也就不追了 這些問題,都導致實體書的銷量一級一級的下滑 甚至有些新書還因此斷尾不出了 最後,就能孕育出作品的創作平台們也出現了問題 在出版實體書大受打擊的情況下 網站本身就必須要有收益能力才撐得下去 因此台灣的先網、小說頻道等平台 也都在2008年左右曾經試著推行付費閱讀制度 想要找到網路出版的商業模式 那對於大部分的讀者來說 他們早就已經習慣過去免費閱讀的模式了 因此,現在要叫他們花錢在網路上看小說 就變得很困難 那在惡性循環的狀況之下 這些網路平台的經營也越來越不用心 像是有許多網友就指出 小說頻道的介面已經十幾年沒有更新了 也沒有字體放大的功能 根本不適合用手機觀看 還有許多網友吐槽說 一打開小說頻道,就像是這個夢回千禧年 真的是非常的懷念 而這種從不進步的狀況,其實也顯示出 這個產業早就已經沒有前進的動力了 那在這些商業文學網站,衰退、倒閉之後 許多台灣創作者,也只好選擇吸進中國 一開始,網路小說還沒有付費閱讀的機制時 台灣出版社的稿費,是中國網路作家的主要收入來源 不過,隨著中國網路普及 網路小說的商機也逐漸成熟之後 2003年,起點中文網正式推出了VIP付費閱讀制度 讓一切有了轉變 為了吸引讀者閱讀,起點設立了公眾章節 讓讀者能先免費試閱好幾萬字 養好一定的作用者之後,再透過訂閱制度收費 並設立閱票制度,讓付費讀者可以投票支持自己喜歡作品 同時,為了吸引創作者,起點也決定讓利給作者 在前期,會把所有的訂閱收入都分給作者 並堅持準時發放稿費 在這些機制的運作之下 不僅讓中國的網路小說有了穩定的變遷模式 也讓原本主攻台灣市場的中國作者開始回流 再加上中國龐大的人口市場所帶來的強大吸引力 也讓許多台灣的網路作家,跟著去到了中國 到了2008年,起點背後的盛大文學 開始收購各大原創網站,朝向全版權營運 主要會透過著作權的授權 來讓網路小說的獲利模式,不再侷限於付費閱讀 還可以改變成像是影視、遊戲、販售周邊產品來引力 而這個模式,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打造IP產業鏈 像是我們最一開始提到的步步驚心、後宮甄嬛傳 都是在這個模式中,相當成功的案例 但在這個中國網路小說真正日上的同時 難道台灣的網路小說產業,真的都毫無作為嗎? 雖然台灣付費閱讀的模式,一直都沒有成功 三巨頭之一的先王,也在2014年時 突然傳出拖欠作家稿費、惡性倒閉的消失 但實際上,台灣還是有些平台,不斷在這個產業裡努力 像是城邦文化創立的POPO原創市集 就結合城邦原有的電子書平台,來協助作家數位出版 相較於中國的起點,它的收費制度較為彈性 作者可以自由決定收費的價格,以及哪些章節要收費 直到現在,POPO原創也常常舉辦比賽、培訓課程等等活動 這是目前台灣網路創作平台的龍頭大佬 另外,為了趕上網路小說IP產業的風潮 靖傳媒也成立了靖文璇 他主要的定位,是想協助作家販賣IP來獲取利潤 因此他開放給所有讀者免費閱讀 並保留自由打賞制度 而且除了小說之外,靖文璇也徵求影視劇本 並邀請魏德勝等專業的編劇和導演 公開歷年得獎或上映的劇本作品來當範本 同時,也結合背後靖週刊的資源 對於合作的小說、作者和編劇 提供第一線記者資源,協助提前調查、深化作品內容 目前靖文學在IP授權方面,也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 像是將作品的翻譯版權賣給韓國、中國等地的出版社 或是將小說授權改編成偶像劇 例如之前由劉以豪、郭學福主演的 我們不能是朋友,就是出自於靖文學旗下的作品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還有許多平台都沒有解釋到,像是這些 但看到這些平台,都讓我們覺得 其實台灣還是有很多人在耕耘著網路小說的這塊原地 只不過,大多都還是缺乏穩定的商業模式 在過去的經驗裡,我們發現 中國起點的成功經驗,在台灣很難被完整複製 畢竟,我們背後沒有像它那樣龐大的資本集團能依靠 也沒有足夠數量的創作者能以量取勝 再加上台灣的原口市場有限 就連附費閱讀制度,也一直很難成功推行 但多年來的嘗試,至少讓我們了解到 單一的商業模式,很難穩定支持一個產業 因此,現在許多的平台 才會朝著版權開發的方向去努力 只不過,我們認為要打造出所謂的IP產業鏈 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內容品質 如果創作者經常是有一餐沒有一餐的話 這個產業終究留不住人,也無法誕生出好作品 因此我們認為,最關鍵的還是要找回讀者 有夠多人真的喜歡,這個產業才有變遷的可能 才有辦法養活更多好的作者以及好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曾經喜歡看網路小說 但現在卻不看了,我們也很想邀請你 到剛剛介紹的平台逛一逛 去挖掘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作品 最後,我們也想來問問大家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網路小說! 此外,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CCC創作集以及盜版影片從哪裡來?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 再見!